她是康熙表妹,50岁仍被康熙宠幸,成博尔基吉特氏最后的荣光。 青梅煮酒,闲话古今。 欢迎来到有史料,本频道主要分享一些有意思的历史故事。 有兴趣的小伙伴请点击订阅和小铃铛,创作不易,感谢大家的支持。 乐器清朝的后族,博尔基吉特氏无疑是响当当的一个, 这个家族从努尔哈赤时期开始,便与清朝皇室联姻, 清朝入关后,更是成为后宫的巨无霸,顺着皇帝的两位皇后,全部出自博尔基吉特氏。 到了康熙朝,随住清朝在中原统治的稳定,蒙古部落的战略地位也不断下降, 不过,当时校庄仍然在世,有必要维护娘家在皇室的脸面, 先是枪指女会妃接入宫中模样,但这个女子环莫莱德及策封就去世了。 随后,清朝皇室又从科尔钦部选了一位公主, 她就是博尔基吉特氏在大清后宫最后的荣光, 轩妃。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轩妃的家世, 这位妃子的出身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,莫毛病。 轩妃是一名来自蒙古科尔钦部, 左翼中旗的博尔基吉特氏女子, 祖父名叫满朱喜利。 满朱喜利这个人物比较特殊, 她是孝庄的四哥,还取了皇太极的养女月托的女妮郡主, 被授予和朔娥赴, 顺治即位后,满朱喜利更是被禁封为亲王, 成为第一代达尔汉亲王, 四号巴鲁图。 其实,满朱喜利有一个女妮, 曾被送入清宫模样, 原本是挤顺治帝准备的妃子, 谁知还莫来的挤策封就去世, 她便是道妃。 满朱喜利的长子名叫和塔, 这位是顺治帝的表兄弟, 和塔在康熙四年承袭了父亲的爵位, 成为第二代达尔汉亲王, 两年后和他娶了庄亲王舒尔哈兹的曾孙女魏妻, 也成了清朝皇室的女婿。 此外,满朱喜利还有两个女妮, 也嫁入了清朝皇室, 一个嫁给承泽亲王朔塞卫和朔附近, 一个嫁给乡亲王伯木伯国尔为迪附近, 也就是月满朱喜利有三个女妮, 嫁给了皇太极的妮子。 上面我们所约的满朱喜利的那位长子和塔, 便是宣妃的父亲。 环有,和塔的女子班帝娶了顺治帝的养女顾伦端宁公主, 这个班帝便是宣妃的兄弟。 班帝有一个孙子, 名叫瑟布腾巴勒朱尔, 是宣妃的侄孙, 她便是乾隆唯一的嫡女婿, 娶的是顾伦和静公主。 其实,宣妃入宫也是有一定偶然性的, 在康熙初年, 科尔庆部曾有一名公主, 被接入宫中模样。 文章开头我没有越过, 她便是惠妃。 惠妃是孝庄的堂侄女, 以宣妃要大一辈。 宣妃应该管她叫姑姑, 但这个女人环莫莱德纪策封就去世了, 死的时候也不过十几岁。 康熙呛起追风为惠妃。 惠妃去世后, 博尔基吉特氏在后宫便默人了。 无视乎, 清朝皇室决定再从科尔庆部择地一名女子入宫, 她就是顺治地表兄弟和他的女女宣妃。 所以越其时宣妃是康熙帝的表妹。 康熙十六年, 宣妃被送入大清后宫, 入宫后享受贫瘠待遇, 或许当时宣妃还不到册封的年龄, 所以康熙十六年与康熙二十年的两次册封, 都没有她的身影。 一直到康熙二十六年, 康熙才强其兆封魏妃, 不过此时的宣妃并默有正式册封, 只是因居住在贤福宫, 而被称为贤福宫妃或贤福宫格格。 到此为止, 康熙后宫形成了六妃格局, 分别是惠妃、 夷妃、 德妃、 荣妃、 楚秀公妃、 平妃与贤福宫妃宣妃。 虽然宣妃默有四妃那般得宠, 但毕竟她是康熙的表妹, 出身高贵, 所以月环是笔决的宠的。 比如月道康熙五十七年, 当时宣妃都五十多岁了, 她仍然被康熙宠幸, 并在这一年被正式册封为宣妃。 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, 风波尔纪纪特是为宣妃, 戴家是为成妃, 冠尔家是为和妃, 万刘哈是为定嫔, 王是为秘嫔, 陈是为秦嫔。 而且, 与姑姑惠妃的红颜薄命不同, 宣妃是一个非常长寿的女人, 她一直活到乾隆元年才去世, 享年估计在七八十岁左右, 是一个十足的长寿老人。 作为博尔纪纪特是在大清后宫最后的荣光, 虽然宣妃莫有生下女女, 但她在康熙后宫仍然占据住一定的位置, 而且她还是一个新兴豁达的女人, 最终能够长寿而终, 比起那些红颜薄命的妃嫔, 要抢太多了。 感谢您的观看, 创作不易, 请多多点击订阅按钮,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, 您的点赞订阅是我更新的动力。